凌晨四点钟 五十三岁的杨国强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正在为早晨店铺的开张做准备 四味菜是店里的招牌 四味菜 我叫四味菜 它里边有四角楼 有花菜 小点筋 小酥肉 牛肉罐子 四味总和到一块 一口铁锅四等分 四种简单的菜肴 荤素搭配 合起来放在一起 一把香菜末 冲上一碗用羊肉羊骨熬制的 滚烫鲜美的羊肉汤 这是开封人留恋和熟悉的早餐味道 每天凌晨 杨国强和伙计们都在作坊里度过 这样的辛苦 杨国强坚持了二十年 只为第二天早上摆出来的四味菜 是最新鲜的 浸泡一天的羊肉和羊骨 已经到达了熬制的最佳状态 每天六十斤的羊骨 需放进直径一米的大锅内熬制 保证了羊肉汤的料足味味 称鞋嘛 就是称鞋 把你东西锁好嘛 杨国强坚持使用当天最新鲜的羊肉和骨头 铁锅万火 汤锅专人管理 这样明确的分工 保持了汤味的始终如意 一宿的经历 此刻全汇在了这口大锅里 过去的家库 在八大碗里头花锅 用这鸡儿菜 但是他们回到一块 不在一起放的时候 没个碗没个碗 这后来就买这个 就买这个羊肉汤 把这鸡儿总化到一块了 黄花菜在水里舒展开 沾入出它本来的样子 牛里脊 肉汁细嫩 用来做小酥肉和丸子 是最合适不过 三碗子你得蒸我了火 月亮 整个钱和肉的搭配 这得一只锅 这把脏了 是不是 食材的配比是决定 一锅丸子好坏的关键 杨国强凭借多年的经验 对每锅丸子都了如指掌 当丸子在滚油里 慢慢变成焦红色 杨国强知道 丸子的火候到了 可以出锅了 一百斤牛肉炸成的丸子 仅可满足店里两天的需要 早上十点钟 店员开始分装 第二天所需要的酥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do Bobb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凝灵香而不腻的哨子汤 心蜜人则钟爱在早晨来一碗酸辣可口的丸子汤 开封人和四味菜不分寒暑 从早上五点落一到午后 这是一个城市最深处的心理印痕 是这个城市走出的每个人身上 共有的挥之不去的味道